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爱荷华州佩里市一所高中 今天早上发生了大规模枪击案 导致至少三人受伤 其中包括两名学生和一名员工 今天正好是该校的开学第一天 仓首可能也正是瞄准了这一时机 但幸运的是 事件发生在早上7点37分 当时大部分的学生都还没有来到学校 执法部门迅速到现场后 避免了更多悲剧的发生 根据最新的消息 枪手已经死亡 但他的身份和动机尚未公布 佩里位于首府德梅英西北约40英里处 是一个人口不过8000人的小城市 而当地的佩里社区学院 由高中、初中和小学组成 为当的1800名学生授课 该校也在Facebook上发文称 所有需要心理帮助的学生或是家长 都可以前往佩里市的公共图书馆 他们会请专员为民众提供服务 据圣安东尼奥警察局称 他们昨晚逮捕了一对父子 涉嫌谋杀一名怀孕9个月的女性及其男友 据悉凶手被确定为19岁的 克里斯托弗·普雷西亚多 和他53岁的父亲 拉蒙·普雷西亚多 克里斯托弗于12月21日午夜 在一个不明地点实施了谋杀 而他的父亲随后帮助倾倒了尸体 警方说这些事件源自于一场毒品相关的失败交易 这四人之间似乎存在毒品联系 克里斯托弗的保释金定在100万美元 他的父亲则是10万美元 听证会于2月6日举行 更多的消息会在调查完成之后公布 国防部官员今天表示 美军今天在伊拉克发动攻击 针对了一个受伤沾满美国鲜血的伊朗代理人组织 据悉该组织就是臭名昭彰的伊拉克真主党经营运动 也就是俗称的真主党旅 他们与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并不完全相同 但彼此之间也会提供武器和训练 官员补充说这次袭击是出于自卫 没有平民在袭击中受伤 据方表示他们不希望看到更广泛的冲突蔓延到该地区 尽管以哈战争仍在继续 但官员们几周以来一直坚称 美国在该地区发出的威慑信息正在发挥作用 加州主党纽森昨天在Westfield购物中心 与商界和教育界领袖齐聚一堂 不是为了讨论零售业的未来 而是为了庆祝免疫学和量子科学研究的未来 纽森向UCLA提供了2亿美元的国家资金 将这片占地70万平方英尺的商业中心 改造成一个研究园区 专注于治疗疾病 增强电子医学的能力 以及帮助人类适应未来的挑战 该州还承诺在未来追加额外的3亿美元 以继续支持UCLA的研究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